朋友聊四季天園中心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來看印加人對上維京人的對決 這場比賽是阿拉伯 來看一下地圖 橘色是維京 稍微講一下維京人的例好了 維京的話它最大的特點 輪走跟手推車接觸是完全免費的 黃金時代以上輪走直接給你 連研發都不用研發 研發資源跟時間都不需要 所以省下來的時間可以多殘一些村民 所以維京人有人稱說 他是經濟最好的文明 我個人感覺上也是 他經濟發展速度就會太誇張了 所以他有點被弱化掉 之前他的強弩是有這個拇指環 那他現在拇指環被拔掉 維京人強勢之處又回到這個步兵上了 維京人步兵的血量是也會比較強一點 血量好像多20% 所以他的血量也算是蠻誇張的 這個精銳狂戰士 上去硬尻尻尾又高之外 打騎兵還有外傷害 如果再點下這個丘掌能力的話 這個傷害就很猛了 那講一下地圖吧 地圖黃金看起來在前方 還算可以 雖然沒有到非常正前方 如果他這個黃金在這裡就很糟糕了 但他在左鍵左側應該是還行 如果真的沒有他守的話 這邊還插了劍塔 可以守住金礦區 還可以守住木區 算是還算可以守的地方 那果樹在後面 那這張地圖感覺對維京來說還不錯 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困難點 那比較有問題點的話就是木區 木區有點遠 這塊木區有點偏危險 那左邊的話也算是不好挖 這個地方是不太好去做一個挖掘的一個動作 那後面的木區算是OK的 算遠了一點 但是有一個安全的伐木區 算是很重要的 整體來說 維京這張的地圖 算是60分 有合格 但沒有說到很好 好 那來看一下硬家 硬家的話一開始 他會多給一個羊駝 可以讓他增加一點食物 那硬家來說 他是整個 南美中文明嗎 那這個老英國的文明來說 是經濟加成 最沒有的一個文明 他的經濟加成 就是 只有一開始多的那隻羊駝 他經濟加成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那再來就是他的一個省資源效果 也只有這個 石料-15%效果 所以整體來說 這硬家來說算是 高手在玩的文明 就是玩老英國來說 算是非常高多人在玩 那比較特別的是 他有全球式裡面 最特殊的單位 這個投石兵 那這個投石兵 是有這個射箭場製造的 那可以投石這個步兵 對步兵有額外傷害 有點像是火槍版 高速射擊版的火槍 而且這個造價又便宜 那個投石手便宜之外 攻速也很快 一隻投石手造就只要40黃金 30樓 而且投石手本身的那個攻速 是超快的 打這個步兵效果很好 所以圍巾這一場 要非常注意 硬家出投石手出來 那投石手在封建時代 在這個城堡時代就可以出了 所以算是 蠻中後期的一個出法 那硬家來說的話 還有其他打法 可以出這個槍隊長 有做這個義攻射程 還有這個英勇士 那英勇士的話 也算是南美中文明裡面 防禦裡面來說是最高的 血量最多是瑪雅 那硬家來說的話 他的防禦來說是最硬的 有這個織巫盾的關係 那織巫盾的話 可以增加他的一級防禦力 跟近防跟遠防 那遠防是加2 所以他對於這個城堡 還有這個TC 射過來的時候 他的老鷹算是 完全是不通不養的一個狀態 可以容易玩這個硬家到後期 會很容易大量英勇士 直接到人家亂串 很容易就直接爆發 那通常就只能出大量騎士去守 或者是出這個劍勇去硬砍 不然這個硬家實在太難產了 好 那講到這些 除此之外 其他能力好像就沒有比較特別的 因為他 比較要講比較特別的話 他的是冰冷龍場這個科技 是會影響村民的 是會影響村民的 那這個能力 算是以前的版本比較好用 欸這邊 對手 這個圍巾很厲害 直接 把他燒生一隻 然後這個棒棒看來沒救 好 那 硬家這個冰冷龍場 升級之後 會給 村民的能力 本來以前是封劍時代 就會有 所以以前封劍快攻 硬家是超級強的 連台灣高手天空熊也都說很難打 那我自己也擋過幾次 確實擋不下來 真的太難打 你用臭屏商上去應該硬尻 你也尻不贏 那你用這個劍塔射他 也射不太動 因為他只要升這個異防之後 遠防就有3了 所以這個血量來說是 算是不好去解硬家的村民 他這個塔弓 再加上這個塔弓拱 裝甲步兵進攻 所以在那時候競技場 或是這個長生之處這些地圖來說 硬家真的是跟鬼一樣 難打 你只要看硬家 十隻八角 那時候的版本就是 喔 硬家 封劍快攻 沒有其他選項 雖然都知道對方幹嘛 但是就是 META吧 META就是難打 那我覺得他這個改動 改到城堡才給村民這些能力 好像也意義不大啦 因為你城堡時代還用村民去進攻 好像也怪怪的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在硬家這邊上城 欸 封劍時代比較慢一點 因為我出這個方法的關係 好 這邊有挖黃金 那硬家有挖黃金 3黃金 通常都是要來出這個射箭場 再來打小宮 維金這邊也是選擇小宮 那花黃金是2黃金 那又補到第三個 兩邊都是小宮開局 那看起來目前 欸 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木頭也都是正常的 雖然9個人有點少 我比較喜歡補到10個人 因為10個人木頭會比較多 比較好出這個冰宮場跟射箭場 然後再灑起大量田 好 那維金這也沒有點一級木喔 是先優先點這個獸根技術 因為他可能要先撒田 要先把這個弱量拉起來 所以這個一級伐木沒有先優先點下去 那很多玩家 就是比較不常玩的玩家 可能會覺得 欸 這個農田 欸 造價那麼便宜 60木真的有差嗎 先下哪個真的有差嗎 其實真的有差的 就是你不要先下這個冰宮場 先去下這個農田喔 是比較關鍵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不殺這個田的話 很容易你的羊吃光拉 或者是你的 豬阿 鹿阿 全部吃光的時候 很容易會斷村喔 你斷村這個遊戲基本上就sick by 就是你基本 對方 你不用死我喔 不用被對方殺村 你自己就斷村 就等於就是被對方殺一村的概念喔 所以這個斷村是 對cd國玩家來說是非常致命的一件事情 所以 要杜絕斷村最好的方法 就是趕快提早去撒田喔 提早撒田的話 冰宮場就不能太早蓋了 太早蓋的話就沒有農田 沒有農田就沒有肉 好 那來看 兩邊都好像沒有要打 我們來加速一下好了 因爲我也不知道他們中間到底打的不知道 先把背書看一下 先戰毛過來騷擾 欸 結果這邊 圍巾出赤火 有想法 好 冰宮場也蓋下 那小宮直接上去 欸 射死一隻小宮 不是村民了 村民跑得蠻快的 但是小宮過來騷擾 騷擾的感覺還可以 但是這邊感覺是在囤戰毛了 OK 兩隻戰毛應該就可以守下了 裡面大量戰毛還在打 但是目前圍巾家裡 已經在出赤火來反擊了 因爲赤火也有兩隻 但是硬家 哇 硬家經濟感覺很好喔 已經要上城堡時代了 好 那看一下這一波交戰 小宮拉回去 大量小宮直接會合 我覺得小宮可以直接走喔 這邊直接靠刺猴去打阿了 這邊刺猴還有生意房 小宮根本不用往前A阿 圍巾這邊有點小失誤 但是硬家失誤更大 這邊硬家 戰毛沒有去硬點這個公兵喔 有點小小失誤阿 哎呀 兩邊都有失誤 但是硬家這邊失誤也很大 好 那這邊圍巾還有一些小宮存量 也過來燒了 好 那硬家這邊順利到了城堡時代 那我覺得他應該是會先打強弩喔 應該不會去轉這個英勇士 因爲我要轉英勇士的話 這邊黃金樹 可能要再拉得更高一點 至少要拿到十七十八斤喔 才可以注意去爆這個英勇士喔 三軍營爆英勇士的打法 是很難守的 好 兩邊都在想辦法去防守跟燒了 那圍巾這邊燒了的感覺比較到位 有去分兵 事後繞右邊 然後左邊繞小宮 好 那這邊奴兵升級 開始圍巾這邊也在升弓兵喔 好 那圍巾這種步兵 我一開始都會打這個弓兵 做一個前期的一個選擇 我不會一開始就打步兵了 因為步兵太容易被對方秀到 對方可能點個奴兵 然後點個彈道石 隨便射一射 你的步兵就全入場地上抽了 好 那這邊硬家決定不去追對方的弓兵 而是要去對方家做騷擾了 好 那我已經這邊點下了 戰矛跟二級伐木的升級 二級射也點了 好 這一波拉村拉得很好 一唇都沒有死 好 那這邊兵也沒有往回救 反正是用刺猴去看一下圖 家裡只靠這個戰矛去防守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弓兵就應該要往前喔 不能再回家了 趕快再去做騷擾 比較實際喔 戰矛就過來守就好 但是這邊要進去了 唉唷 這邊進來 有點尷尬 奴兵還有一段時間 OK 但是還沒有會合 八隻奴兵趕快先聚集一下 這邊有十隻 其實這邊直接硬點沒問題 但是村民要趕快跑 唉唷 十一村 完蛋了 這邊再上去 可能會死很多村 趕快收村 戰矛直接上來硬點 好 那這一波看起來 守住一些東西喔 應該是沒問題 戰矛還在點 這邊想要直接硬點村民 沒點到 OK 那兩邊都是1比1的戰績喔 十簡易村喔 村民速度都沒有被拉開 兩邊實力都算差不多的 那比較可惜喔 鷹家這邊 沒有打到太多村民 那這邊圍巾也是喔 圍巾沒有把公兵 帶來這邊做騷擾 有點小小的可惜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全力收村 然後後面戰矛直接追就好 然後讓公兵直接往前派 會更好一點 好 那鷹家這邊出了生旅 要來去撿遺跡了 遺跡要撿的話 要先處理想辦法外面 這些刺猴在外面亂串 圍巾這邊的意思很高 知道對方會去撿遺跡了 所以我先把這個刺猴 守住在這個會撿遺跡的位置 你看這個很明顯 這裡面各種的扭動 這邊巡弱 就生怕對手來撿遺跡 好 但是硬架也不是省油燈 所以先刺猴要來守一下 這邊有個細節喔 圍巾只接4TC 暴農 哇 哇 他有點扯啊 硬架這邊是3TC很正常 這邊4TC啊 那這邊可能會有機會斷村 哇斷了 果然 4TC這種狀況很容易斷的 有時候直接硬上4TC就會這樣子喔 好 那趕快把肉補起來 再繼續殘忍村民 房子也要繼續幹 你幹 你該不會要5TC吧 喔沒有 好像5TC也太狠了 好 那看起來 瑪亞 不是瑪亞 硬架 硬架要出這個英勇士了 好 硬刺猴還沒有升級 還是硬刺猴的狀態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 那這邊工兵直接偷來 反擊硬架這邊進攻 有戰矛 戰矛的話 對方工兵很好 但是很怕這個英刺猴 好 英刺猴再升級 二級防跟英勇士的一個升級 升級1號 英勇士就往前了 結果2防1號就上了 還沒等到英勇士的升級 所以被這個工兵刺猴還是有點痛 因為英勇士防衛還會更高一點 英刺猴只有4防 好 那升級之後變成5防 再多1防 再多1防 再多1防的話 這個工兵射起來就沒這麼痛 因為工兵也只有7攻而已 那射英勇士的話 就只有2滴型 好 那這隻刺猴細節 要來直接硬砍這個森林 能產到嗎 哇 沒砍到 直接被反召回去 哇 那這邊 看起來英勇士這波進攻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工兵直接被英勇士貼了打 但英勇士雙是不是有點少啊 哎呀 好像不太行 要被射光啊 這邊後面還有6隻工兵沒死 我知道為什麼了啦 運家這邊經濟有點問題啊 我們說要配到18斤喔 你看他沒有配 要配11斤 哎呀 11斤的話 這邊英勇士會斷村 斷...不是斷村 斷英勇士斷得很慘喔 這就是我才能說斷斃兵的問題 問題根本不是你均有多少 問題是你挖金的人太少 哎呀 我要打英勇士猴 這個細節沒有處理好 所以馬上輸不到18斤 這個 不管是多麼厲害的高手 還是會有失誤的時候 這我是能理解 因為我是也會啊 有時候要打英勇士猴 我也會忘記要配到18斤 那這個 可能 也是因為圍巾這邊給壓力太大 這工兵的數量真的有點多 對面還是4TC開弄的一個狀況 而且還在這個前置城堡 成功鎖住了硬家的一個TC 4TC也被鎖一個TC 但是硬家這邊應該是可以上帝王時代喔 這個城堡應該是可以快速解決掉 但是剛剛出了太多鷹刺猴 所以黃金上有點少 但是賣一點肉跟木頭 還是可以順利到這個帝王時代 但是家裡沒有大量的城堡的話 還是蠻難守 那個在家裡補一個城堡也是不錯的選擇 也是不錯的選擇 好 因此直接往後面繞背 後面這個墓區不錯 但是這裡感覺是有個洞嗎 還是沒有呢 這個有點看不太出來 哇靠 你這邊直接要硬圍喔 這麼大一個地區 哇 直接圍死 用大量建築物直接圍爆 哇 圍巾這邊反應很快啊 哇 什麼都沒打到 那這邊確實有個洞 好 那也到第一 點一下帝王時代之後 馬上點一下一級攻擊這個 焚火技術 縱火技術 縱火技術才對喔 這個縱火的話 點下去之後 步兵喔 對建築物的傷害會大幅提升 來看這個傷害 哇 血量開始往下掉往下掉 開始往下掉 還是村民秀的人很多 這邊硬家選擇放機進攻 要來直接硬戳這邊村民嗎 沒有 要戳還是不戳 戳一下吧 戳戳戳 戳到一層 OK還不錯 戳了一層 好 但是現在還沒有到帝王時代 也沒有之巫盾喔 所以這個英勇士還是蠻怕劍死的 欸 結果 圍巾開始出狂戰士了 完蛋了 圍巾狂戰士出來之後 這個英勇士可能會很難打喔 我現在敲我一下 直接扣一大格 但是 英勇士算夠多 好 那圍巾狠狠啊 直接把城堡插在你臉上 想像盡可能喔 鎖住更多的一個建築物 好 這個下面部隊虎視丹丹 好 黃金35人挖金 OK 那贏家這邊升級的還可以 但我覺得這時候 可以考慮慢慢出這個 頭死手 來防一下 圍巾狂戰士比較好 這邊高低 再下一個城堡防守 好 三級靈甲也點下了 三級靈甲過來 防禦好了之後 會更高一點 會變成遠防 7的一個英勇士 那在點下植物盾之後 英勇士的防禦力喔 可以到9 哇遠防9 跟那個哥德差不多喔 哥德是8加2喔 遠防4 那哥德的確定是不會跑步喔 但是 硬加的這個英勇士是會跑步的 這個效果就差很多了 好 這就是跑步版的哥德衛隊喔 好那這邊3加4 7防 哇遠防7 很高 升到金瑞英勇士 4加4 遠防8 然後再加上植物盾 遠防死 哥德衛隊 跑步版 又來了 好那就是我們剛剛開頭說的 英勇士 直接上來硬錯 完全不怕箭矢傷害 哇 英勇士 血量跟我們在吊 哇大量的村民直接遷行 英勇士 直接去你家亂串 哇 這就是我剛剛 說的 最可怕的噩夢來了 超級可怕的 硬加老鷹 直接在你臉上嘻嘻哈哈 你還很難打 結果這個狂戰士怎麼在 怎麼在跑步 這邊還在追村民 但是由狂戰士過來防守 狂戰士兩隻直接硬打 狂戰士打英勇士 效果太好了 直接拿斧頭敲死 哇 兩隻擋住四隻英勇士 他是金瑞圍巾狂戰士啦 好猛 好 但是英勇士還在過來 但是這邊喔 還沒有點下三攻 整攻擊力喔 打村民 還是有點差強人意 但是家裡很尷尬 家裡有很多攻擊在打 好 維京狂戰士也出來了 巨頭會被拆掉嗎 應該不會 只有兩隻在打 好 那維京這邊 狂戰士也在出 連這個裝甲部分也在升級 他維京狂戰士過來防守 正面戰區直接上來 貼 大量英勇士直接戳死 大量戰毛 但是 維京狂戰士上來直接防守 扛起來一整排戰線 哇 維京狂戰士好猛 直接把英勇士砍爆 一輔一個 但是這邊巨頭 失望太多了 七台巨頭 我這巨頭傻眼 硬家這波守得不錯 這個城堡也拆光了 那家剛剛騷擾也騷擾到一些村民 村民現在維京有點落後 一百二十一村 那硬家這邊是一四四村 所以這邊是落後二十村左右 但帝王時代來說 經濟來說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差這二十村也差不到多少 重點是人口要趕快先拉滿了 這個維京人口還是有點 太大空隙了 硬家反而快是滿人口 哇 硬家這一波打得還不錯 而且這邊 英勇士 直接上來硬戳還是可以的 但是要不要考慮一下 點下這個植物盾 還有這個三級攻沒有點 這邊是選擇先點這個強力護腕 跟那個戰毛兵的三級 現在要來反擊對方的奴兵 這邊是要去轉 頭子手嗎 他沒有轉 但是頭子手有缺點 就是怕對方的攻兵跟戰毛兵 這邊有幾隻 偽進狂戰士被巨頭給砸死了 哇 七巨頭開砸 欸 能砸到嗎 欸 砸到一發 但是第一打高 所以傷害沒那麼高 要多一點才能 哇 後面有三女被砸死了 哇 七巨頭傷害一直砸 哇 砸到村民了 哇 又一隻狂戰士被砸到 哇 狂戰士又被砸 天外飛死 一直被單位砸到 哎呀 好虧 維京這邊虧爆 但是還在全力修這個 巨頭能修得回來嗎 巨頭想要剩一滴眼 但村民一直被砸到 剩一滴 到了 快點 快點 啊 倒了 終於倒了 奇巨頭 果然還是打掉一台了 但是自駕城堡也垮了 好 狂戰士直接上來硬拋嗎 照射一下 對面佔毛有點多 還有這個強女 沒想到硬家這邊 沒有點之巫盾跟三級弓 的原因是要來出弓兵 來反制對面狂戰士 而不是出這個 不是出這個 這個什麼 頭死守 出頭死守的話 死P值感覺更高一點 雖然沒辦法 跟對方的弓兵互設 有點小小的缺憾 好 七巨頭再來前進 左邊這邊 硬 維京這邊要來佔據 石頭這塊區域 來蓋個高地堡 想來守住左邊的一個領地 右邊這塊 也被維京這邊拆掉了 維京狂戰士 慢慢節節 敗退的感覺 對於對方出強弩這件事情 維京確實不好解 只能出這個戰 雖然維京的弓兵 基本上是全滿 但沒有這個拇指環 還是有點些微的差距在 這邊對方是有拇指環 射速就會比較快一點 準度也更高 好 哇 看這邊 太慘了 維京對抗強弩 確實有點 難打 好 狂戰士直接來追村民 搜不到搜不到 大量無盡狂戰士 直接過來 要來拆城堡嗎 欸 結果發現這邊有大量的一個軍營 好 那英勇士出來 結果英勇士被打個 被砍個四斧就倒了 維京狂戰士 正面太強了 很怕的箭矢喔 維京狂戰士 維京狂戰士最好是不要衝進去 比較好 因為這個箭矢傷害會讓狂戰士吃不消啊 維京狂戰士倒的滿多隻喔 城堡給的傷害太高了 維京狂戰士一一倒地 但是維京狂戰士的血量有氣勢低喔 以步兵來說血量也算是滿高的了 好 那看起來其他地獄區沒什麼特大困難 還是可以繼續出維京狂戰士 但是不只有在送 但維京狂戰士的造價很便宜 所以對於維京來說應該還算是能負擔日期的 但是重點是這些強友要怎麼解決的 你要用這個直接硬坦嗎 可以嗎 狂戰士直接過來 硬坦 但是奇巨頭 奇巨頭在後面輸出 而且這裡有戰謀跟奴兵直接射光 維京狂戰士 維京狂戰士不知倒地 只能打倒的巨頭 哎呀 維京又再失敗退了 但是下面還是有很多單位 在去騷擾硬家這邊的經濟喔 所以硬家也不能不管這些地方喔 但城堡這邊也是被拿下來了 剩下6巨頭 6巨頭能菜的東西還是很多 戰謀慢慢補了起來 3攻點好了 3防點好之後 就可以出這個大量戰謀 去反擊對方的一個搭配組合 這個組合只要配大量戰謀 就沒問題了 狂戰士後面 在那邊後面 尋個裸喔 去防一下這個英勇士就行了 好 這一波騷擾 看起來 硬家也是守得相當不錯 右邊這裡 狂戰士直接村 把木工 把木工四處亂竄 狂戰士要去追嗎 好 那個硬家發現新的城堡 看來是要打這6台巨頭 直接引拆了 但是圍巾一直在攻擊 主要的城鎮地區喔 而且農田的村民 一直被圍巾狂戰士敲 其實有點被敲到頭部血流的感覺了 村民宿開始下降 本來140村 剩下112村 1111村 村民宿還在降 但是這邊可以攻略一座城堡 所以硬家來說感覺不太虧 對 增加分數還是稍微有點理先的 但是這裡 家裡沒有強姆啦 黃金開始不夠了 黃金只有161 而且歸零了 出強姆有點困難 好結果這邊 再偷偷伐木村民 還被狂戰士抓到 哇 狂戰士只要三輔 就可以尻死一隻村民啦 傷害太高了 那維金的領定 又被遭受到突襲 這個城堡又要掉了嗎 六台巨頭 我看也不用修了 這個絕對修不起來 好 維金狂戰士還在這邊打打打打打 這邊還拆掉了一個建築 好 但是大量衝車來了 裡面裝載了一些維金狂戰士 這邊直接硬撞這些巨頭 好這邊多了一爆之後 狂戰士直接出來 往內附打免費 開扁開扁 但是後面有強姆直接射 大量巨頭直接往回家撤離 巨頭一出來裡面的狂戰士 開始輸出 黃戰士在後面撲偷砍 太狠了這一招 維金車車戰術 好久沒有看到了 維金黃戰士上車 然後突擊對方的工兵 跟工程器的一個打法 這個打法算是蠻高端的一個戰術 不用戰好去對付對方的工兵 而是用黃戰士去打 不用這個衝車 Cover他 然後就可以慢慢貼上 因為黃戰士的跑速 是比工兵還要快的 好這邊想要出一些疾兵防守 但疾兵完全沒辦法防住 黃戰士對於近戰單位 這些疾兵的傷害是非常低的 黃戰士直接追到提示一下 直接硬砍 大量的工兵直接硬身倒地 硬加黃金歸零 沒有任何的黃金兵 這裡只剩下垃圾兵 大量的維金黃戰士一舉進攻 順利的拿下這場比賽 哇 維金黃戰士這一波打得真的是好 打得真的很漂亮 這個衝車戰術打得非常好 雖然這個衝車是可以點到這個大衝車 但我覺得這個衝車早點出發也是可以的 雖然血量差了一點 但這個戰術真的很久沒有看到 這個戰術是以前HD版的時候我很愛用的戰術 就是讓一些劍勇還有疾兵 上車然後一到敵人家 城堡下的時候或TC下的時候 讓我們全部衝下車 然後衝車繼續撞城堡跟TC 然後就可以開始圖那些村民 這個戰術 讓我一度很著迷喔 因為基本上只要用這一招 基本上沒人擋住 只要他出弓兵或是馬弓 還是很容易被貼上去然後直接收光的 除了馬弓啦 馬弓還是比較好秀操作 但不弓的話就會像剛剛這樣走 一路被追到家裡 然後直接被砍死 這個算是比較早期的一個戰術 已經很少看到這一招了 因為這一招風險很高 你只要一失敗的話 基本上也 你也就輸了這場比賽 算是風險很高的一招 但這一場 硬家感覺是經濟爆炸的關係喔 所以他這些野精都沒挖到 反正是讓圍巾這邊挖到 所以導致硬家這一波直接過來 就直接會被一擊斃命的 完全守不住 最主要原因是這樣子 好來看一下這邊 黃金跟資源 哇這邊圍巾果然是 經濟最好的文明喔 什麼都贏喔 沒有一個是輸的 市場還挖得快要 挖了5000是怎樣 然後黃金還多挖了3000多 其他資源也都贏 然後還剪了4個遺跡 2484遺跡產量 哇圍巾這一波 真的是打得非常好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